今天上午 刘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 说一家速冻食品厂的原料仓库里 有不少早已经过期的李锦记叉烧酱和蚝油 那接到举报之后呢 执法人员是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执法人员对该食品厂的台帐进行审查后 确认其负责人所说属实 但存在监管漏洞 随后 执法人员又在生食生产车间内发现 工作人员在生产操作过程中均未戴手套 执法人员当即要求该厂进行整改 并迅速清理销毁过期材料 为了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今天上午 全省首个食药品环境资源检查室在刘阳成立 这个由检查机关和公安市场和制监环保国土等多部门 联合建立的办公机构将采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对食药品及环境资源领域的违法犯罪案件加大办理监管督查 同时建立执法协作衔接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行程打击合力 完善我们流洋食品药品 环境资源的监管体系畅通 我们梁府衔接的这个渠道提高我们的监督打击效率